最新一集3B要考牌 由我文珊继续讲解避孕的方法 不过今次就是讲运动篇了 还会详细讲解调整、慢跑以及瑜伽 怎样提升怀孕的机率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的话 就要跟着一起做运动呢 Hello大家好,我是文珊 欢迎收看3B要考牌 今天继续讲讲避孕的方法 但今集就会讲讲做运动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未避孕之前 都有做运动的习惯 可能就是跑步 或者很喜欢看YouTube 看Coffee、Mayfit 可能做一些Cardio、HIIT 或者腹肌运动等等 但自从上怀孕之后 上网就找了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提升怀孕的机率 但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士 我也是上网找了一些资料 去分享给大家听 如果大家有什么 相关的疑问都可以问一些专业人士 不如现在我讲讲几种运动 可以提升怀孕的机率 首先第一种就是跳绳 我完全没想过跳绳可以帮助怀孕的 究竟为什么呢? 其实跳绳可以帮助 可以帮助到女性舒卵管的生殖器官的平坏机 分泌细胞等组织结构的生长 促进功能的健全和完善 根据数据显示 其实宫外人有95%都是在舒卵管的 透过跳绳也可以帮助内部器官 起到按摩的作用 促进激素和其他辅助生殖極体的分泌 提升舒卵管接送受精卵的能力 以避免着床的时候出现一些困难 其实跳绳也可以增强体质 比如说心、肺、神经等等 其实都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另外也说可以减少感冒的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怀孕了之后 可以减少机率发生一些高血压 或者是任神糖尿的问题 另外跳绳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也帮助体内的毒素或者废物排出 也可以加速新陈代症 不过鼻孕的妈妈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如果排卵期 而你和你的另一半去同房之后 其实就不应该去跳绳 因为受精卵着床都需要三至四日的时间 如果你身体上的震动 也可能有机会影响到精子和卵脂的结合 也是对于着床是有不利的作用的 所以这点就要小心一点 而我自己也有拍到一些影片 就是在那里跳绳的 不如现在去片给大家看看吧 好啦 那我现在就要挑战跳绳五百下 看到我换了一身的运动装 那我现在就开始啦 好 刚才跳绳七十下呢 距离五百下呢 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现在呢 尽量令到步幅可以低一点 那我们不要太浪费力 好 再来 七一 二 二二 �니다 多多两下呢 耶 完成了五百下啦 啊 累啊 我刚刚呢 就征服了这条绳 五百下 你看到我尾段呢 不断地击 证明呢 我 我的脚呢 真的没有力 很累啊 第二个方法就是慢跑 其实我自己是2012年开始就接触长跑的 我屋子一算原来都有11年的时间 我自己都觉得一直都坚持下去 中间其实都有参加一下马拉松 之后被人其实都保持跑步 慢跑除了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也可以帮助体内的废物排出体外 另外也可以增强活力和身体功能 也可以增加腿部肌肉的耐力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建议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都喜欢跑步的话 也可以一起跑步 也可以增加夫妻之间的乐趣 我自己都有跑开步 之前都在运动场跑步 但是跑步的频率其实都是一个礼拜一至两次 可能就5K至10K 因为我家附近的就是一个运动场 它有收10点 有时吃完饭又要消化一下 所以我自己都未能跑得太长 还有慢跑一定要强于走路 这样才可以燃烧多些脂肪 今天我自己也拍了少少片了 不如现在去片给大家看看吧 刚刚就跑完5K了 你看我的汗 现在就在拉筋 我觉得我自己跑得很慢 不过也很开始来的 开始跑步 真的要減肥 晚上才应该可以跑到 今天跑了8K 跑到门都关上了 今天其实有很多事情想 我觉得跑步也是一个挺好的排阶方法 好像是勇往直前的找回自己 今天的pacing是7分19 7分191K 今天跑了8K 希望下次再跑多点和快点 刚刚就跑完5K了 我觉得我的pacing是有点慢的 7分21秒1K 其实因为最近也有点累了 取完工作之后就回家煮饭 煮完饭吃完饭 烧化一会儿就出来跑 好像不太够时间烧化 跑到10点钟要关门 每一次都是 跑得5K而已 希望之后可以跑远一点 跑远一点 第三个方法就是做瑜伽 做瑜伽其实真的有很多好处 同样地做运动 通常都是加速血液循环 也是把一些体内的毒素排走 其实练习瑜伽的过程就是透过呼吸 以及一些动作 包括伸扭 或者拉等等等等 其实是可以帮助按摩内脏的器官 可以令到气血可以促进 另外瑜伽也可以帮助到内分泌的状态 可以提升一个人的肌肉组织的灵活度 以及由印度的 其实瑜伽也是一个专注自己的过程 在做的过程里面 其实心情都会很放松 很平静 也会令到心情开朗了 经常都说 被瑜伽是要在一个开心的环境进行的 心情愉快一点 其实机率都会大一点 瑜伽就绝对可以帮到手了 其实我在接触瑜伽的时候 有时候没想到被人给我 当时有一个朋友 就介绍我一个叫Che humanityHHH的APP 这个APP 知课可以帮到很多 exaggeration的瑜伽诠誦 而你 iced我看来 其实他会有免费的クredit送给你 你就可以去全港九星界的 Pharmkrä 在有开放ク daha扣的实施誠課 就去曝上課 之后 你结束这个免费的正式 如果你再續的話 你就每個月就去給一個金額 就買相關的credit 我記得那時候我給288元買了20個credit 然後就看看哪裏附近就有一些自己想上的課程 然後就去REC 都會覺得是比外面去報課便宜 還有我覺得我可以試不同的老師 所以我就從此就愛上了做瑜伽 我自己是很傻的 我自己試過最高峰是一個星期上四堂瑜伽 上完之後心情就好很多了 因為其實在病人的過程中 不成功是會沮喪或者覺得很失落 我自己覺得瑜伽真的很幫到我去專注自己 因為在做瑜伽的過程 其實你只是看著鏡子的自己 你是不需要理會其他人的 就跟我自己一樣 就不要受到其他人的影響 或者是被其他人的言語去影響 所以呢 做完瑜伽之後 我覺得我的心情也是開心了 另外我也想分享多一點 關於做瑜伽的過程 我自己發現我是一個地面的人 因為其實可能有時候 你會看到瑜伽分很多類 有些是地面 有些是空中 空中我試過玩完之後 覺得其實不太適合自己 因為有點畏高 地面瑜伽我就播很多不同類型的 例如hip opening stretching patter 或者reel 這幾樣我都想想的 好 吸氣再起 好 現在左腳慢慢來 麥克風再起 好 身體很高的感覺 吸氣起 右腳定住去 左腳吸氣起 好 吸氣再起 左腳好 麥克風 麥克風 左腳 腿很好 其實我之前上過一課 叫做hip opening 加聲音 bow 這個我覺得真的很幫到我 其實hip opening 就是下盤的拉筋 你每一次拉 都會拉到死下死下 很辛苦 但是它是會獎勵你的 就是這個聲音 bow 聲音 bow的中文就是 縱撥 縱撥是一個非常好治癒的過程 那老師就會叫大家 可能圍著它 鋪上瑜伽一隻 然後大家就可能拿些被子 拿些枕頭 然後就睡覺 然後老師就會在你的耳邊 去哼一些聲音 然後哼的時候 整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很放鬆 很放鬆 那我開始 還沒接觸這件事的時候 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記得接觸第一次的時候 我聽到那些聲音 我的心是跳得超級快 然後我後來也有問MISS 為什麼我會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因為太大壓力 所以導致我聲音 bow的時候 會出現這些狀態 那我內心是覺得 其實我本身 可能我不知道自己這麼大壓力 但是其實 身體是出現了一些狀況 是 告訴你 其實你是需要休息 或者你需要放鬆 那我當時是 覺得 上完一次之後 我一直都會再上聲音 bow 那之後的肩頸 就沒有那麼緊 還有 我覺得我自己放鬆了很多 因為這個聲音 bow的環節 那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這些避印的方法 但是無論如何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避印成功的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以後一有新片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除了記得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那我們下集 3B要考牌再見 拜拜